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盐黄子孙用祖宗留下的象形文字写下的献给黄土献给黄河的诗句 黄土肃成了中国人 黄河育出了中国人 雷雷黄土绵绵黄土 一条龙一样的大河就从这里方棍而过 没有黄土高原就没有黄河的命名 雨水冲刷 泥浪鲜滑 这就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严重历史 一滴水几滴沙 黄土高原身体上每年要有十六亿吨血肉 就这样被黄河掠灶 就这样被黄河掠灶 调调伤痕 道道内痕 光游在黄土高原身上一公里长的伤痕与泪痕 伴着黄河的滚滚浊流 孤独深刻的思考着 这一切都将意味着什么 我们拍摄黄河 我们追寻黄土 黄河像一个巨大的传送带 从黄土高原一直向东伸向大海 在传送带的另一段 中国大陆版图正因每年增添五十多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 一个复杂的哲理使我们感应 这就是咆哮黄河 这就是寂寞黄土 黄河如龙 黄土如火 就是这样塑造了一个坚韧民族 从一定的意义上讲 没有黄土的奉献 就不会有华北平原和中州大地的出行 黄土高原的血肉没有离开母体 而是以伟大的真情再造了母体 黄河就是我们的魂 黄土就是我们的魂 有了黄河 有了黄土 就有了国风和民风 叶子落地晚达 古朴的山歌 伴随着黄土和黄河 一直唱到今天 黄河在黄土里埋 生不离黄土 死不离黄土 1963年至1966年 在陕西省蓝田县黄土中发现的 将近一百万年前的蓝田人 就是迄今找到的黄土高原最早的主人 如果我们站在黄土高原上 把将近一百万年前的蓝田人的时间指针 再向前波动一百万年 这里就是成群的古象和如云的野马 在森林 莽园 湖泊和沼泽奔走穿行的极乐世界 绿色的植物大厂 焕发着原始青春的动人魅力 在今天的黄土高原上 偶尔还可以找到 这种原始森林残存的痕迹 发开黄土 一枚狩猎的箭头 穿越了六千年的历史 一枚打鱼的钓钩 挑起了六千年的往事 原始的生活用品 已经在黄土中 变成了人类艺术的真品 这些普普通通的谈谈挂挂里面 盛满了六千年前 定居在黄土高原 母系士族社会人们 质术单纯的生活故事 六千年来 黄河每天流过黄土高原 流向暮色苍茫的黄昏 时间已经把这渗透了民族精神的黄土 变成了黄金 开墾 开发 开创 开拓 高原作证 历史作证 先人们就是以这石链和石子 在沉沉黄土中 开结出了一个农业中国 脸朝黄土背朝天 黄土更不不变 先人们在漫长的黄土耕作中 发明创立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环节 在如今的黄土地上 依然可以清晰地追寻到远古的文化遗风 如果把黄土高原比作一尊雕塑 应该首先是一尊农民的雕塑 如果把黄土高原比作一部书 应该首先是一部农书 科学证明 人类开始定居生活的标志 就是农业的出现 而人类亲手种植的稻谷 瓜菜等农作物 早在五千年前就扬发土碎 生机勃勃地出现在 亚洲的黄土高原上了 中华民族是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里的一棵大树 黄土高原黄陵县里 轩辕皇帝亲手所持的轩辕百 根深夜貌 远远流长 就是它最准确的象征 黄土在古柏脚下凝聚 黄河在古柏脚下流淌 被国际人士誉为世界百树之父的这棵中华民族之树 就植根在黄土黄河黄帝构成的风雨四千年的印象中 黄帝的祭典是一种黄土真情 自公元前两千多年的以下以来 黄帝始终受到万民的隆重祭典 他在每一位黄帝子孙的心中 已经化作渗透于人种和血缘关系里的遗传基因 有如一块巨大的磁石 形成一种强悍的向心力 黄帝的祭典属于纯民族的祭典 是民族心理本质的体现与解验 华夏民族崇敬祖宗的观念是奇特的 就像黄土一般质负 厚重 久远而雄尘 追本溯源 永不忘祖 我们理解了 为什么去国离乡的使者 上路前要带一捧家乡黄土 为什么浪迹天涯的游子 归来时会亲吻故元的土地 因为黄天后土上 人文出祖赫赫之灵的牌位在这里 它使每一腔流在心中的血 都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每一颗跳在胸膛的心 都落上中国意 这就是维系着民族之心 牵动着民族之魂的民族之根 这条根是源源不绝的黄河 是绵绵不尽的黄土 是生生不息的黄帝子孙 唐玄藏西天取经 就是从这黄土上路 十几年后又返回黄土 黄土为它树碑 司马迁转修史迹 生于黄土长于黄土 毕生心血套于黄土 黄土为它解词 黄土真情 黄土深情 黄土高原的美丽黄土 都包含着中华民族 滚烫的血性与激情 黄河大合唱 就是从黄土高原 唱响了全中国 狼烟烽火 铁马兵河 更有千秋将士 中古方魂藏入黄土 使高原这大地的机体 越显得悲壮风流 然而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 绝不是诗人笔下的仙山穷格 我们拍摄黄土高原 最为惊叹的是 在那看上去漫无生命的黄土中 生活着的普通人 如果不是亲自从窑洞里走出来 真不相信在飞机上航拍时 赤罗罗赫然入目的大片贫瘠的黄土里面 竟然有如此的生存空间 祖祖辈辈 所以黄土的主人就在这黄土中的生存空间里饮食起居 婚丧嫁去 当然 当然 也在这黄土的空间里 生儿育女 吵了 벌 struck 如同苗岭的竹楼 如同草原的沾包 黄土高原上冬暖夏凉的窑洞 是引起国际学者浓厚兴趣的中国民居之一 可不要小看这黄土上打过 黄土地的老辈人说 人一钻进这里面就和黄土有了感情 渴也渴不走 饿也饿不走 一带接一带 一带传一带 与黄土相依为依 窑洞里的人生从来没有间断 黄土不是乐土 但黄土是热土 只要有黄土 黄土里就会有人 就会有爱美的心 就会有雄鸡每天唤醒黄土高原上的黎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世界著名黄土区上的中国人 一首歌中这样唱到 再大的风雨 他们都见过 再苦的匿迹 他们都熬过 他们的沉默都是可以 因为他们的根在这里 他们祖先的牌位在这里 包括他们自己的摇篮与墓地也在这里 当然 他们的坚韧与自信更在这里 他们就是黄土的真情 黄土的真谛 将黄土建造成窑洞 也建造了中华文化 将黄土烧制成陶器 也烧制了中华文明 意味深长的是 我们在黄土高原 沾养了六千年前的原始制陶场的遗址 又走进了二十世纪 黄土高原摇火正红的制陶区的作法 这是一个多年来专门烧制水缸的小村 高原的黄土经过水与火的处理 就变成了北方家庭盛水 腌菜 柱米的容器 与半坡出土的陶罐相比 小村水缸免去了变化的造型和彩绘的装潢 但规范化的配套生产 似乎显示了今日黄土高原人更单纯更直接的实用价值观念 即使走遍世界许多地方 恐怕也看不到如此景观 与其说这是烧制水缸的村庄 也可以说是水缸建造的村庄 家庭的院墙是缸 喂猪的石槽是缸 炉灶是缸 烟囱是缸 似乎水缸在这里到处都能派上用场 说这里是一个地道的缸村 小村绝对形象毫不夸张 钢村为我们提出了黄土的启示 如果像半坡的历史一样 等到再过六七千年 那时我们的子孙站在这里 他们该会做出怎样的猜想 祖伙说 黄河巨流是一柄长剑 黄土高原则是一面铜骨 它经过历史创造与毁灭的振斗 而今在众多的评论争议中 漠然沉寂寂寞地停卧在花下摆图上 争论争论的焦点课题是智力 这课题由黄河一直上诉到黄土 治理黄河必须治理黄土 能不能治理和征服这浩浩浩浩的黄土王国 能不能重新类想黄土高原这面进军大谷 这是黄河的期待 黄帝子孙的期待 也是黄土高原自身的期待 果子红了 果实熟了 让这鲜红夺目的色彩 一点一点烧掉黄土高原 赤地连天寸草不生的悲凉记录吧 治理和改造黄土高原 如同医治大地伤痕累累的机体 治理一条条沟壳 就是抚平一道道伤口 打坝兰泥 淤滩造地 黄土高原上的人们 就是这样 用一腔真情 把如同残吃剩下的 叶脉一样的黄土高原 一点一点点改造成梯田 调田 大地和水地 黄土需要绿 日夜梦想着 二百万年前 原始森林大片覆盖的 碧绿意境 直树种草 在黄土高原也有高招 人们把树种 掺在一团团泥巴里 通过手抛的力量 沾泥在无法栽植的 黄土峭壁上 雨水滋润 便会使其生根发芽 面对着漫无边际的 黄土世界 这种播种绿色的方法 真好比精卫天海 树子吐出了树枝 树枝吐出了果实 撒在黄土高原上的 绿色种子 也和这黄土高原人的心一样 一旦钻入黄土深处 就能与黄土结为一体 并且把生命不断连续 黄土上出现了绿阴 绿阴上出现了羊群 这色彩的连击跳跃 把黄土高原的质地变化 高度象征性地 用木戈的形式暗示出来 春风又绿江南岸 仅仅一个绿字在笔下的出现 足以使诗人付出了绞尽脑汁 费尽心机的智慧与代价 而一个绿子在黄土高原上的出现 付出何种的智慧与代价 是可想而知的 但绿子毕竟在黄土高原上出现了 而且不断地扩展 而且不断地扩展 蔓延 这是时代和科学给我们的角度 在这个角度上认识黄土高原 我们不会像古人那样念天地之悠悠而创然体像 我们已经听到这面金色大鼓的隐隐心声 黄帝的苗衣热爱黄河 热爱黄土 属于黄河 属于黄土 养育之恩 与报答之意 凝结成一种纽带般伟大永恒的真情 这真情是互惠的 它留身在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血液中 中华国风不朽 中华国魂不朽 中华国风不朽 际冬末 中华国水� 中华国风不朽 中华国际 最后 hard不立即 中华国空的阳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